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两岸及香港财经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汇聚群制 推动金融合作 实现多方共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保监会历来十分重视保险业的开放和与监管合作 始终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不断提高保险市场发展的质量 不断提升保险监管的现代化水平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我们严格履行入市承诺 保险市场发展和监管都发生了积极的深刻的变化 2013年内地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72万亿元 总资产是8.29万亿元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7.69万亿元 市场规模约居全球第四 今年一季度 内地保险市场保持了较快的一个增长 截止一季度末 总资产达到8.9万亿元 资金应用余额8.2万亿元 目前境内共用保险公司170家 其中包括1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54家外资保险公司 另外还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家境外 机构在内地设立了181个代表处 2013年 外资保险公司在北京 上海等开放脚早的地区 市场份额已达到15%左右 近年来适应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形势 我们在推动保险监管合作上实施了新的重要举措 2012年 我们启动了中国与欧盟保险公司 偿付能力等效互认的工作 13年 我们加入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 监管共同框架 中国平安成为内地第一家入选的金融保险集团 今年 我们计划完成以风险为导向的 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体系的建设 开展整体测试并在产检业试运行 使保险监管核心 保险核心监管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 并能够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和亚洲市场的实际 去年的7月份 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 亚洲地区部分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也就是说我们金砖几国的一个 中国偿付能力监管合作的一个国家研讨会 我们的这个 这项推进的这项工作呢 也得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监管官员的一个高度的认可 实践证明 推动保险市场开放和深化保险监管合作 促进资本 技术 人才等跨境自由流动 实现制度 机制 理念的交流融合 大大激发了保险市场的活力 也赋予了我们不断推动保险监管改革的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将以更具包容的心态 以更为坚定的决心 将保险业的开放与监管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 女士们先生们 香港 台湾与内地经济文化血脉相通 有条件 也理应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金融合作 在更高境界上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协同发展 2003年以来 在SEPA框架下 内地与香港的保险合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在最近的SEPA第八次补充协议中 我们进一步放松了保险经济公司的准入条件 香港保险经济公司在广东设立独资的保险代理公司的门槛 总资产由过去统一的是不低于两亿美元 降到对于香港地区是不低于五十万港币 经营经验由三十年降至十年 这些举措为便利香港保险经济在内地拓展商机 促进两地市场的专业交流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2010年 两岸金融合作监管备忘录和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生效 开启了两岸金融实质合作的新篇章 两岸保险合作也逐步进入快车道 2013年 我们和台湾方面举办了首次保险监管合作会议 在市场准入 技术交流 监管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很多共识 目前 台资发起设立和参股内地保险公司数量已经达到六家 2013年 这六家公司的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90亿元人民币 女士们 先生们 当前我们正在加速推进保险的市场化改革 其目的在于使市场成为优化保险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使保险能够成为政府 企业 居民 管理风险的基本手段 使保险能够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我们也期待内地 香港和台湾保险业能够在保险改革发展大潮中携手并进 共同促进区域保险业的繁荣发展 最后 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